洪婉禎議員說你的選戰打法都沒有攻擊太佛系 然後團隊應該要分工然後走出這個攻擊手 請問你怎麼看 我們看到過去這個禮拜 社會大眾對於我們理性問政 提出理性政見的選舉方式是高度的肯定 我們會繼續堅持正向乾淨的選舉 我們知道這是社會大眾所期待的 那在過去這4.5個禮拜 4個半禮拜我們也看到 許多我們地方的選民們支持者們 也看到我們跟對手之間明顯的不同 他看到我們理性的問政提出政見 比起對比我們對手陣營的攻擊跟謾罵還有口水 大家更期待的是更有建設性的政治文化 洪議員他的一個說法 洪議員他的說法其實某種程度也代表了 略以某些人的焦慮你自己有感受到嗎 就如剛剛跟大家報告 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們看到許多許多的支持者夥伴們 選民們高度給我們肯定 他們大家所期待的政治文化 是一個少一點謾罵 少一點抹黑 少一點口水的政治文化 那我希望大家都看到我們的堅持 也希望所有的選民們 在1月8號禮拜天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出來投票 一起支持正向的選舉 乾淨的選舉 那洪議員 洪議員還有說你這個沒有掛刊板 就沒有辦法露出你這個帥氣的臉龐 那你怎麼看 謝謝洪議員 那我們有許多的海報 過去這幾個禮拜 也很多的支持者在幫我們張貼 各個友善的店家 支持我們 理念的店家也有幫我們貼出來 我看一下後面有沒有 沒有 這個比A3大了一點 但是沒有 應該是說沒有辯論 然後沒有造勢 在普選裡面可能很難推出投票 我們過去這幾個禮拜 其實在我們的選區大街小巷 大街小巷 我們一步一腳印的在爭取選民的認同 我們怎麼做的呢 我們舉辦了各個廟口的開獎 我們各個街頭宣獎 我們跟著垃圾車 我們爬樓梯 其實我們這做的一切 都是希望能夠面對面的 跟我們的選民老闆們報告 希望在這個短短的五個禮拜的面試 可以爭取到大家的支持